我们现在在一家面包店里面买面包 这个大店的超可爱 都是法棍 然后也有这个牛角包 我们来吃晚饭啦 一家寿司店 我们刚刚在面包店里买了一大袋这个 然后呢 就这里开了这个 我们的饭上来了 我点的是一个烤鸡肉饭 你觉得是什么 以前是鸡肉饭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寿司 是起司压牛肉饭的 要吃饭啦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周三 然后现在已经是周三的中午啦 我们正在想点外卖 然后等着下午去上课 他们家有他们自己家的这么一个APP 然后可以选 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那种五间套餐 然后呢 这样就算是订好啦 它有时间 然后有地址 然后有你点的东西 所以就等着它现在送来就好啦 我们正在跑准备 追赶汤姆跑 啊 哎 每天一听见汤姆那个叮叮的一声 就知道该开始跑了 然后就会狂奔 哎呦 刚刚本来想说打个招呼 说嗨我出门了 结果就听见汤姆的声音了 要上汤姆了 我们现在已经下了汤姆了 正在往学校走 今天是一个很微妙的天气 有点阴又有点太阳 啊 要出太阳了 你们看这段天气就是这样 一秒出太阳 然后一秒又变阴 真的很没辙 刚才还是阳光明媚的 现在马上又阴天了 我们正在去学校的路上 有点尴尬 因为周围都是我们的同学 这就是你们要看的小姐姐 太羞了 前面就要走到学校了 现在是要到上课点 所以楼道里人特别多 都是来上课的 我来帮我呗嘴 过来帮我呗嘴 哈喽 我们现在已经下课啦 然后呢 刚才这节课上的是一节关于 就是帮助你更好的找到实习的这么一些课 我们这节课学的主要就是 怎么来写和改自己的这个简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你看就光这个简历我已经就改了三四稿了 然后每一稿上面都是秘密满满老师 就是给写的这个叫什么注释 然后就要不停的改才行应该 现在正在整理就是关于这个海都需要有什么改建的地方 全都是改的一板又一板 一板又一板 一板又一板 然后还有老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 就是比较好的例子吧 应该算是 像这种就是人家法国人写的比较好的例子 关键是我们这些都要用法语写就觉得困难比较的大 是吧 他正在打房热荣耀 现在班里都没人了 就剩下了好学的我们两个还在这 多认真啊 你说 今天上学呢穿的就是里面一个黑色半膏领吧 这种你看它的领子是这种小花边 一个黑色半膏领的 然后长袖 它这个袖子边也是这种花边 然后外边自己搭了一个这种针织的背心 它是一个这种背心式的衣服 自己搭了一个这个针织背心 里边这个是HM的 外边这个是Forever团体完的 我们放了学还一直没走 就是因为想在这儿把活做完 可是根本做不完 根本做不完 根本做不完 太累了这一点点的 太忙了 我的天 现在呢 就是心情很绝望 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了 笑都笑不出来了已经 我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笑什么了 太累了 为什么我们不是做什么 我都可以了 我都可以了 我们连晚上吃什么都不知道 吃什么呀 我们俩每天都切实地做到了五日三醒 哪三醒呢 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每天自问三遍 所以我们晚上吃什么 没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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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惨了 现在反而很怀念 在国内的时候吃食堂的日子 当时老闲食堂难吃啊什么的 可是呢 现在反而就很怀念 也特别怀念 也特别怀念 学校周围那些小餐馆 都特好吃 超手 盖饭 为什么今天这周的Business Ethics 留了两个Assignment 我不知道 但是一个是LP 一个是LA 但是它上次 咱们上周交的IP所以太击分了 What 它击分了 你以为它 Anyway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有一节课 叫做Business Ethics 应该你们知道 我每次好像都会拍我写那个的作业嘛 就特别痛苦 我们这周留了俩 留了俩 assignment 巨坑 哎呀 狗蛋了 我们那个课啊 是这样 就是在我们之前呢 从来没有用英语开过专业课 我们是第一波 就是相当于过我们开了英语的专业课 你们可以选 但是因为是国际学生 英语专业课有上线 你不能都选成英语课 你最多只有两个专业课 能选成英语的 完了呢 我就选了一个这个 本来以为挺好的吧 我以为是教什么就是公司里这些事的 结果呢 它就是教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是我们那老师呢 她是个法国老太太 她英语说不清楚 她英语就是 L.I.E.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她就是这样子在说 How are you I mean 这个她呢 Mesh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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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法语里面 H不发音 所以呢她就特别爱就是把那个H吞掉音 然后又说的是那个法语的 她有时候真的说着说着自己就蹦法语了 然后她又要故意赶紧把自己纠正回英语 关键是你知道她说话也特别特别慢 因为她已经年岁比较大了 她就每次L.I.E. Shakeholder 真的 真的 你要是就是 你不自己加工一下 你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的这么一个老师 我们班有很多其他国家同学也都就是受不了 我看有很多人问 说为什么班里有这么多中国人 可以问 就是弹幕有人问说你们班怎么这么多中国人 因为当时我拍那个咱们周日聚餐 我说是就是全班都在 全班都在那公交车上吗 然后就有人问为什么全班那么多中国人 我们这个是一个交换项目 实际上我们班这些人都是国内大学一个班的 然后我们这个交换项目就是这种 在国内上两年 然后再在国外接着把大学本坤上完 最后可以拿两个两边大学给的文凭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那天说的全班实际上指的是 我们大学这个一起交换过来的这个班 所以肯定就都是中国人了 就基本上我们这一届的中国人 只有就是我们交换过来的这一拨人 这十几个人是中国人这样 然后有些是中国人在学校里是那些就是 自己身这边的研究生的那种 会还有一些中国人 但中国不是特别多这个学校 主要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比较多 还有就是法国本地的人比较多这样 好饿呀 现在都不知道晚饭吃什么 你的晚饭吃的都是什么 不要问他们 他们发问的 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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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手也可以 唉 都想吃 我现在太想吃烤肉 还太想吃火锅 太惨了过来 嗯 也不知道现在国内什么天气 这边都冷起来了 每天都吞冷 唉 太惨了 哈啰 今天是星期四的中午 我为什么今天化了妆呢 因为我今天给你们拍了一期粉底液测评 要去学校 因为下午约了一个帮我就是改简历的那种老师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去学校穿什么吧 首先是一个这种半高脸的五分袖上衣 这个上衣是优衣裤的 然后呢 就底下穿了一个牛仔裤 这个牛仔裤是Topshop的那个 唉 它最经典的那个款叫什么 我给忘了到时候会打在下面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包的 包裹的效果还不错 然后整个就是修饰腿型的效果也不错 那这一身就是我上学会穿的衣服啦 然后鞋那依然穿的就是我这个标马的小蝴蝶结鞋 然后背一个这种 嗯 感觉看不清 你们能看清吗 背了一个这种大包 然后那我现在就要出门啦 先去买一下我的午饭 今天给大家看一间天儿句号 蓝天白云的有没有 这个还是我们那个市政府的那个大楼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街上 今天天气真的特别的棒 大的超市 这一般就是 我要想来买个沙拉的话 我就可以来这买 然后 也没什么选择 就买一个凯下沙拉吃吧 走吧 去结账 然后 我再去拿一瓶水 我现在买完了我的午饭啦 然后我现在正在往汤姆站走 我要去做汤姆 然后去取快递 再去学校 我已经到学校啦 然后我决定在外面把午饭先吃完 我的午饭就是这个沙拉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去拿的那个快递 我是在这个网站买的 这个网站它是能寄国内的 我看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网站上海淘 然后 我还没拆开看呢 但这盒子很破烂 那我先吃饭啦 我现在刚刚去打印完 然后我要去跟老师见面啦 我现在已经去完了 跟老师改我简历的这个事儿了 这是我改了很多版的我的动机信 以及我的简历 一个正在打王者荣耀的清谷 和一个正在看韩剧的清谷 来跟我一起开箱吧 我们就在学校把它给开了 这是我今天去取的那个快递 我觉得这盒子破破烂烂的 我都怕有人偷入我里面的东西 你看 你看 这个盒子特别的好吧 almost there 美国马上 然后 thank you for 定在feeling 它里面很多这个气泡 哇啦 哇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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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从学校出来啦 今天的天也是特别的好 能看到后面的落日余晖吗 多有文化 哇哦 太厉害了 今天这个云也特别的漂亮 现在要进斯福兰来陪她取她订的东西 这块的斯福兰是你可以在网上订完了之后 然后到店里来取 好多牌子哟 好多牌子哟 我最爱的地方 beauty to go 每次来这儿 都会有很多这种 小的 小样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它是一个NARS的这个DUO 它一边 一边是它最有名的那个修容 然后一边是高潮的那个腮红 这个好像最近特别火 哇 开东地的柜台 唇釉 粉底液 桌下 哇 这个是那个新的唇釉 我们刚才在斯福兰市的那个YSAL新出的唇釉 这个最下面是5号 右上角是8号 右下角 然后这个红红的这个是9号 左边这个是它是的一个方管的口红 真的还不错 质地很好 刚才去取了我们两个订的Mango的快递 现在终于能回家了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饭啦 这个就是晚上的街道 现在已经天黑了 差不多是7点多吧 这条街呢 就是我们这儿晚上最繁华的一条街 而且路边都是吃饭的地儿 是一条步行街 我们在太上啦 看的是一个沙拉 什么沙拉来着 嗯 就是 主厨沙拉 主厨沙拉 我这是舒库的 我超爱吃这个东西 它周围的这些是酸菜 特别的好吃 然后配一些肉什么的 然后它点的也是这个 这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特产 哈喽 今天是星期五 我现在正在去上学的路上 今天依然是一个无粉底日 我就是用的那个 奥塔MD的那个防晒霜 我觉得均匀副测效果还挺好的 然后我现在正在去走向Tom的路上 我现在到学校啦 然后我刚买好了早饭 准备吃早饭啦 然后 哈喽 你为什么中眉头 哈喽 可爱 下课来吃午饭啦 今天的午饭是 墨西哥卷和土豆 小土豆 然后还有一个沙拉 你的是什么 炸鱼排和蔬菜 就是卷的那个里面 它里面有肉 然后有玉米 还挺好吃的 我觉得有点辣椒 然后辣辣的 我们现在放学啦 然后我现在来吃晚饭 我们今天晚上要吃 法国人的民族美食 kebab 其实它是那种 就是土耳其烤肉的性质 但是因为就是太多 kebab的店了 大家都会吃这个 然后我们点的不是传统的那种 放在面包或者饼里的 是点的那种 一个套餐 它就是会有一点米 一会上来给你们看 我们今天也法式了一把 坐在了这个 day house 就是这种 一天座位上 然后依然是那一条 就是最繁华的 孤行街 这样 这是我们刚去面包房 我们买的面包 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好吃 是这种 是这种 啊 是 voilà 谢谢 谢谢 我们爱吃 我们爱吃 这意味着 怎么说 我们爱吃 不说 我们没有文化 文化 文化 我们没有文化 配上一些米 然后有沙拉 有一点点薯条 我们可以自己去选饮料啊 然后 看你们这边 就是餐前都会给你小面包嘛 好了我们要吃饭啦 给你们看这个真的超级好吃 你看看这个肉肉 特别好吃 最好吃